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太太 小杰第二检缺脱臼 所以现在全身瘫痪 一眼手指交组都不能动 你要有心理准备的 主板张开 再开一点 会开一点 怎么了 深深 手还好吗 小杰 先去冰敷 吃冰给我 护士小姐 不好意思 小杰 今天你表现得很好 小杰 护理长 你还好吗 你们怎么样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小杰 现在状况不太好 我下午再过来看她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 请你收下 这是我一点小小心意而已 我又不能够常常来看她 所以想请你帮这个忙 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家小杰 曾妈妈 我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的 我以前也相信耶稣基督 可是又怎么样呢 我儿子最后 还不是被那个余霄飞车 搞到全身都瘫痪了 我现在又找不到医生可以救她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神的话 她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苦呢 这样吧 子妈妈 红包袋我就收下了 但是里面的钱就麻烦你拿回去 我答应你 我会尽我的权利来照顾小杰 但是可以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吗 让我可以为小杰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天父爸爸 也是爱小杰的天父爸爸 我求你在这个孩子身上 彰显你的奇妙作为 让你爱的大能 在小杰的生命当中被显明 醒了 小杰 我们一起来运动好不好 我们要一起加油 这样以后才会有力气走路好不好 小杰 我们要一起加油 阿姨爱你 妈妈也爱你 妈妈也爱你 你知道耶稣吗 他也很爱你哦 你感觉得到吗 小杰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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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为什么 蓝 草 为什么 绿 什么是月亮方光 什么是太阳温暖 你会想要不要 你会想要不要 你也会想要不要 你会想要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杰 你想说什么吗 我吗 我 好 没关系 你再说一次 月 月 月 亮 月亮吗 阿长 我刚刚都没有看到你 我跟你说 我特别留这个最好吃的月饼要送你 月 今天是中秋节 对 小杰 你想看月亮吗 月亮 主任 我想让曾小杰到天台看一看月亮 阿长 救人虽然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责 但是你在病房内做什么 我没意见 一旦走出病房 特别是像小杰这样的重症病人 你看看今天的天气 把一个重症的病人推到外头去 这个责任是我要担待 主任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还能活多久 我只是想帮助他完成他的愿望 带他到天台看一看月亮 而不是带着遗憾离开我的病房 身为一个医护人员 我认为我的工作不只是救人而已 阿长 你认为你一个人推的冻病床吗 艾小杰的天赋 我请求你送给这个孩子一个礼物 让他看见今晚的月光吧 求你打开天 让雨停止 让月光出现 这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 但却是小杰在苦难中 唯一的愿望 我的主 请求你让月亮的光芒 照耀在小杰身上 我看她把月亮的光芒 没错 她就还在过去 我看见我们的思想 你每个月亮的光芒 非常幸福 对 不得了 你每个月亮的光芒 是昨天的光芒 好 没关系 慢慢说 再说一次 爱吗 爱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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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t 听见这位平安 我们今天有欢喜的心情 要来见证这类新人美好的婚礼 美好的爱情祝福 接下来我们邀请一个特别的嘉宾 要为这类新人献上美好的歌声 作为美好的祝福 我们来掌声欢迎 天为什么蓝 草为什么绿 什么是月亮方光 什么是太阳温暖 花为什么想 鸟为什么唱 什么是人 活着有希望 今天我带着祝福 和一颗感恩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感谢神 抑制了我的儿子小洁 也谢谢阿长 谢谢你 让我重新再接受神 也在相信爱 谢谢阿长 送给我一份这么棒的爱的礼物 祝福你们 新婚愉快 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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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